我们在讲主要就是讲解下关于所谓的一个应用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要有所影 我们在上讲中实际上是给大家提到了关于我们慢查询 那么慢查询它会显示我们哪条说过语句执行的一个速度比较慢 那么对于这种慢的一个说过语句我们的一个解决方案 那么通常情况下呢我们会考虑 我们采用所有的方式去解决这一个慢查询 那我们先看一下在这里面这个数据库里面 我们这个数据库里面有二十多万条数据 那么我们现在去看这个数据库表 我们去先看它的一个设计 这个表里面是没有任何所影的 怎么去看它的一个所影 我们要看它的一个所影的话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语句去看 就是我们在这里面我们要看它的一个所影的话是 shall kiss from我们这个表明 那么这里面我们也可以在我们这一个 桌子环境下面来 然后我们use companies这个数据库 然后我们可以消 indexes 这个indexes后面可以加上yes 也可以不用加这个yes都是一样的 然后flow我们的一个表明 那么这里面我们就可以从我们的一个 ampli这张表里面去看一下 我们的所影是建立在表当中的 那么这里面它就会显示ampli set 那么这个ampli set的话就告诉你 这一张表里面是没有所影的 那么我们来看 这里面有所影和没有所影的一个区别是 当我们在这里面没有所影的时候 我们可以先试着先查询一下 那么它所消耗的这个时间 比如我们先查询 那么在这里面我们查询一个 先进一个查询 我们可以slag的新 我们的一个ampli 这张表 然后where empli 它等于比如说我们等于 23456 我们在查询之后 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个消耗时间 那么它的消耗时间是0.430秒 那如果我现在去 比如说我在这里面 查询的是 比如说我在这里面 我再给查询33 这里面它是0.291秒 然后我们再查询一个 比如说我们再换一个 比如说43567 我们再查询一下 它都是保留在0.326 或者说0.几秒 那如果我们现在给它加了一个 比如我们在这个表当中 我们去给它加了一个所影 这个所影的话 我们这里面这个所影的话 我们就给它加一个组件所影 在这儿给它加一个组件所影 加在这个组件所影之后 我们再来查询一下 比如说我们这里面 查436678 例如8 如果我们直接再查435667的话 那么因为这条语句和上一条语句 是一模一样的 那这个时候呢 它就会认为我们是上一条语句的 这样的重复 它就会把缓存内容发给我们 那这样的话就显示的这个时间不是很组件 我们就换一个 比它大一个ID号的 那我们现在执行一下 那么它现在的这个时间就是0.002秒 大概是快了15倍左右 这里面实际上我们就创建了一个 所影 那么我们在这里面创建这个所影之后 我们可以在这里面再执行一下 或者我们 一页的这种形式显示 现在我们就会看到 这里面有一个keylim 这keylim的话就是一个primary 就是一个组件所影 这里面这个组件所影创建好之后 那么我们的这个查询速度就明显降低了 这里面就是所影的一个好处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关于所影的一个定义 什么是所影 所影的话就是我们在关系数据库当中 所影呢 它是与表有关的一个数据结构 那么这个所影呢也就是和表有相关的 那么它可以是相应于我们这个表的收购语句执行的更快 刚才我们也看到了 我们加了一个组件所影之后 我们的一个执行速度实际上是已经提升了 这个所影呢实际上就相当于是我们图书当中的这个目录 我们可以根据这个目录当中的这个页码 快速找到所需要的这个内容 在我们这个关系型数据库当中 所影是一种与表无关的这个数据结构 那么它可以让我们这个收购语句执行的更快 而这就是我们关于这个所影 那么再看一下 关于所影的分类 所影的分类的话 第一个所影的一个就是我们刚才所见到的这样一个组件所影 这个组件所影的话 那么你可以在创建表的时候就去给它加上 只要一个键是组件 那么它的一个 所以就认为是一个组件 所以就是我们在这里面 我们刚才看到了 我们在这里面去改变了这个表的一个打开这个表 我们设计这个表的时候 我们实际上已经给它加了一个组件 加上一个组件之后 那么它就会相应的去给它创建一个所以 这个所影就是一个组件所影 所以一般来讲 我们一张表当中都会有一个组件 我们查验的时候 如果根据这个组件去查验的话 那么效率就会得到提升 这是一个组件所影 然后唯一性所影 唯一性所影的话 它表示的是 就是我们当中有一列 它是唯一的 这个唯一的话 它实际上也是能够提升我们这个效率的 那么创建一个唯一所影的它的一个语法是 CreatorUnicalIndex 然后我们的一个所影名称 我们去把这个表开打开 设计表 这里面有一个dplumber和dpname 那么像这种的话 因为这个部门编号 它是组件的 那么这个部门名称 一般情况下 它也是不重复的 那我们可以针对这个部门名称 给它创建一个唯一所影 那么它这个唯一所影的话 我们是怎么创建的呢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创建 我们是创建在 我们的一个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表 消 pibus 我们是创建在我们的一个department 当中 那么创建的话我们就是create 然后unique 然后index 然后我们的一个所影名称 比如说这个叫unique unique 然后这里面比如我们叫dpname 然后我们创建在哪张表当中 我们是创建在我们的这个department 我们是这张表里面 然后有一个是哪一列 那么我们现在 是哪一列给它做成一个 微信约束就是dpt name 这样的话我们实际上就已经创建了一个 微信约束 微信约束它的一个好处就是我们在指引一个收回语句的时候 如果说我们把我们这个微信约束这个列 做我们的判断条件的话 那么它的一个查询的一个效率也会得到一个提升 我们要看它的一个查询效率 我们可以这样去看 我们直接就是 有一个消 就是一个 xplan xplan的话 它就会去看一下我们关于这个 执行的一个收回语句 它的一个执行的一个相应的一些 计划 比如说这个是select 我们是从department 当中去查询 然后department 比如说where 我们这个department name 还有我们的一个 dpt name 等于 比如说等于空格 然后我们斜-g 我们来看一下 当我们在这里面查语的时候 那么这一块 我们在这里面它有一个sample 比如我们在这里面我们去给它加入一条数据 我们加一条数据来 我们加数据之后我们再来查询一下 我们就直接在这里面去加数据 打开表快速 打开表快速 然后比如说这里面是1 然后我们这里面是中和半 咱们再插这条数据 比如说我们再插这条 好 这里面我们就现在有两条数据了 咱们再把这个再给它值一下 然后select 这里面查运的是我们这个department name run我们的一个department 然后斜杠机 就是plan 我们指引下 然后select 然后department 然后padname run我们的一个department 这里面的话我们现在就会看得出来 我们刚才指引的这个查询 这里面它是一个sample 然后我们采用的这个表示department是这张表 然后这有一个type就是一个所以 因为我们在这里面会看到 这里面我们采用的是这个department name 这个采用的这个department name的话 它是我们创建的唯一的一个 所以创建这个唯一所以的话 你看我们这里面有一个key 这里面和我们相关的就是这个key 有这个key的话 那我们在查找它的时候 我们就会利用到它的一个微信 所以 这样的话就能够提升我们的一个查询的一个效率 这是我们关于我们的一个 唯一所以 而接下来有一个 普通所以 这个普通所以的话 它实际上 就是我们会把某系列 当成我们的一个所以 那么把某系列当成一个所以的话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称它为一个普通所以 那比如哪些 可以作为一个普通所以呢 我们来看一下 普通所以的话 比如我们在这里面 我们的一个 ampleast上表 我们该打开 我们设计一下 我们看一下 这里面有first name和last name 那如果说我现在想把这个first name和last name 当成一个 普通所以的话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去创建一下 创建这个普通所以 它的一个创建语义法就直接就是一个 createindex 我们的一个所谓名称 index 然后我们的一个名称 比如说这个是index 比如说这个是room nummer lawindex 然后这里面是按我们称 我们的所以都是建立在 表当中的 比如说我们这里面我们建立在我们的ampleast这张表 普通所以的话 它可以是一列或者说几列 比如说我们这里面有两列 这样的话我们就创建了一个普通所以 刚才我们都已经创建好了 因为这个创建所有的话 它实际上是 比较耗时的 这里面因为我们的数据量是比较大 有90多万 接近100万条数据 所以说这个数据量是非常大的 这数据量比较大的话 那么我们现在创建这个所有的话 那么它就会去计算这个索引的一些位置 所以说这个是比较耗时的 好这里面我们创建好这个索引之后 好那我们现在再来分析一下explan 然后select 然后first name 然后lastname 我们这个ampleast这张表 那么斜杆清 在这里面我们就会看到 这里面它就有一个 key 这个我们使用的这个key就是一个lawindex 就是我们 创建的这个普通作用 那么这里面关键的是我们在分析我们这个 查询计划的时候这里面有一个关键字就是一个key 这个key的话它就表示你的一个 查询采用了什么所以 那么这里面我采用的就是一个普通所以 然后我们所设计的这个数据量是 多少条 好这里面我们就是使用了一个useindex 我们就使用了一个所以 这是我们关于我们的一个 普通所以 另外一个全文所以的话是比较复杂的一个所以 那我们就放在下讲当中 给大家进一个讲解 好总结一下我们这讲的一个小节 我们这讲实际上就是给大家演示了关于 组件所以唯一所以 以及普通所以 以及通过我们的一个 explan 这样的一个 关键字 去分析我们执行 这一个soclik的执行计划 那我们再看这个soclik计划的时候呢就要注意到 他这里面就会显示我们采用的一种什么样的一种作用 那如果你发现你的说个一句执行效率比较低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采取 我们创建所有的方式去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 好这就是我们这讲所讲的主要内容 调音的同 Weekly 我的象律